所以我们年中2010年马上就要到了 那么有创意人抓住了这个上班族郁闷的心情 制作了所谓的休假阅历 在这个里面呢你只看得到休假日 上班的日设计都不明显 当然这个劳工阶级还有这个白领族一看 上班族都很喜欢 当然另外创意人也设计了老板所喜欢的阅历 光是这个打动人心的阅历 靠这个一个月赚进20多万 2010年就要到 不过阅历的风格有千百种 这本功能很另类 就是休假阅历 每个月我看得清楚的日期都只有假日 那我觉得另一方面 我也想要让它是一个小的告示牌 很多事情其实你不太方便直接讲出来 那我觉得你可以用上面的一些 这个它背后的一些文字 去表达你现在的心情 你不用特别的讲 你就对现在 老子不爽不开心 我放在这边 好你不要来吵我 你不要来惹我 每个月的快乐休假天 特别还用鲜明的颜色标记 并把上班族的心声贴切的写在反面 就是要让经过的老板看个清楚 不止休假阅历 还有心机马克杯 老板经过 员工赶快拿起杯子 这一面写的 就是老板是依靠啊 象征对公司 对老板的效忠 其实员工行李的OS 是在另外这一面 我觉得就借由这样商品的创意去 秉色把自己心中的一些想法带出来 然后来做一个某一程度的书法 杯子带就卖了大概有差不多二十几万的营业额 其实以杯子的加莫丹售价 这算是出乎 对是出乎我意料之外了 把上班族的小人物心境贴切的表达 他就是图文部落客马克 不同于其他可爱类型的画风产品 现代上班族苦闷逆势当成创意 也让上班族得到工作压力的宣泄 中文新闻 翁启银 ID 海报道